美东时间10月2日上午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纳波·李塔诺 在国务院举行的会议上 正式宣布台湾成为美国免签计划国 并从10月1日开始生效 在美国国务院全球观光旅游会议上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宣布 台湾成为免签计划国 纳波·李塔诺表示 台湾加入免签国 代表着美台之间在安全经济和人员交流上的紧密关系 台湾目前是全球纳入美国免签计划的第37个国家 也是亚太地区的第7个免签国 这对于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和民众商务旅游便利 都有重大意义 我们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绑交的行政 他愿意给李免签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意义 免签决定赶在双十国庆前宣布 一方面令台湾感到高兴 同时也是奥巴马政府在大选前 努力促进旅游带动国内经济复苏的一项举措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